立院財委會18號續審財劃法修正案 藍白陣營各自提案 開炮正月媒體版本 考慮到第一個就是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整體情勢 必須要考量的是 事權的劃分 而不需要積極的為了修法而修 我覺得這個部分獲取共識是更重要 修財劃法必須通盤考量 據了解國民黨版本修法後 中央歲入將大幅減少 五千七百七十七億元 等於變相排擠其他預算 包含同情族最有感的TPass 月票補助 業備衝擊 如今全台使用人次達五點二億 本來交通部計畫將TPass常態化 二零二六年後以公務預算編列 但若藍白財劃法通過 恐怕會斷垂 另外租金補貼和勞保提早破產 甚至國防預算都受波及 民眾的版本是可以 在不影響中央的運作 不會影響所謂的社會福利 把錢下放給地方 不要再用恐嚇的方式 就是論事 藍白之間 財劃法的版本 確實不那麼一致 我們可以再做一些協調 面對民眾黨 這回明確表示不挺藍了 藍尾王宏威急喊 還有調整空間 甚至前一天上午 黃山山開記者會 痛批藍版財劃法 晚上韓國瑜就找柯文哲 及民眾黨立委參序 是否又一整合 而會中只有黃山山 沒有到 我小孩在醫院檢查 我沒有辦法到 擴大跟在野黨的合作 我們都願意 參序談下來 那相談甚歡 喬成藍白要持續綁在一起 我想值得持續觀察 藍白才華法是否分道揚標 又或者人前人後包牌策略 不但是立院下個戰場 更是各界觀察指標 三十五黃魚泛紅牆台北什麼的